最近的东方航空空难 暂时未有消息 我记得昨天做完风子 跟阿通走出去 看看新闻 看到的画面其实都挺惨的 挺震撼的 那个爸爸 然后有个儿子登机 那班机是星期一起飞的 星期一下午1点16分在昆明起飞 预备飞去广州的预备 当时的天气状况是良好 不像今天这样 然后飞机技术的状况都询了 9名机组人员的身体状况都是良好 然后去到广州 约1小时后 广州的上空 即是广州附近 由8900米的高度 一下子插下来 网上好像流传有一条片 大陆网上流传 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但那条片是90度跳水式插下来 好像有点不太尋常 如果说飞机就这样墜位 应该就不会这样的头直插 专家也有说 应该是平衡 如果大家试诺 失控 各样都应该滑翔式这样去 但又这样90度 那片子有看 我看完也很不安 他说近几秒钟 就在上空 直插下来 真是很惨 所以有些人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 他说 糟了 没有人肯接受访问 没理由打去监狱 不知道能否接通谭先生 谭机长 因为你一定要问机长 究竟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有位前议员朋友 飞机师 进了狱 其他有些又失业 没人找到 没有人找到 没理由找个握大巴的来说 飞机的 那些媒体 哎呀死了 找不到飞机师来 解说一下意外 为什么90度是否假片 还是怎样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真的出现 这些就没有了一些 现在没有专人 去为我们去解释 飞机凶烂的现象 反而另一个 就是他们手援 手救 昨晚看或今早看 很特别的 面积当然大 但找不到那135个尸体 他找到残骸 找到身份证 找到银包 但找不到那些人 暂时 我也有留意报道 残骸应该没有 好像找不到尸体 没有说到乘客的遗体 或者残肢 他完全没有交代 他只是说没有生还者 找不到一个生还者 我也觉得奇怪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着 不知道怎么样 没有实质的影片 应该暂时 找到一些少少飞机的残骸 他找到的 飞机残骸 没有尸体 德哥的意思是 没有乘客的遗体 也没有残肢之类 跟以往 假设以前那些历史飞机失事 Touchwood很惨 都会在山边找到一些残肢 不完整的遗体 然后用黑膠袋包着他 一堆堆 但是这次完全没有报道 没有说到 他没有提到这件事 我也觉得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当然他说 黑盒也找不到 黑盒是很坚硬的金属 省宅很大的范围 不停找黑盒 或者找其他东西 当然又遇到天雨 遇到很大的困难 但是根据我们最高中央领导指示 黑勒领 我们无论如何 都要迅速去救援 如果有什么时候找到那个黑盒 即是俗称黑盒 飞行纪录仪 俗称黑盒 我没有记错 好像是橙色的 因为不吉利 所以叫黑盒 如果找到 有当时发生什么情况 因为好像说 所有机上的录音对话 都在那里 通讯纪录 包括飞的方向 当时遇到什么问题 都能够显示到 如果找到那个黑盒 就可以水落石出 我觉得值得留意那条影片 当然现在的内地网民 也在传那条影片 不知道是不是熟实 那条90度直插 如果是熟实 有两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第一点就是 如果这样直插 似乎好像有点不寻常 我们也说了 如果真的有事 坠毁 或者飞机失控 我觉得机司 仍然只有轻轻的情况下 它一定会尽轻轻的 就算我当你完全失灵 它就这样掉 它也不会像头 90度坠下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如果这条影片是真实的 就告诉大家 这一部机器 它并不是在空中解体的 如果它在空中爆炸了之后 这是第二个故事 那些残骸就可能 飞到不知道去到哪里 更加远 那些人不知道去到哪里 甚至有没有那些残骸也不知道 但如果按照这条影片 这样掉下来 去到地面才爆炸的话 应该 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在这里 但刚刚德哥也说到 因为今天 在吴州那边下大雨 然后我看报道说那边的地 就很吸水 那些泥土很吸水 然后就有小部分的山泥傾射 暂时那个救援行动 好像是暂缓了一阵 但是我们经常说 通哥以前都应该知道 就是那个救援 有72小时的黄金机会 我相信在这几天 每一秒都是黄金 去找这些人 见他那里挺崎嶇的 他又找一些大型的滑泥机 翻土机开一条路 方便救活人员 物资在上面 反应那些也挺快的 当地又说报道 很多间消防员 合併 百多二百人 二三百人 几百人 加行马去做 希望真的有奇迹出现 德哥在群里 就在说 联想回到以前马航那件失事 那个也是匪夷所思的 内人寻美 不可思议 四字成语 都说出来 都可以的 2014年3月8号 同一个马航 MH370 一样是 不见了 它不见了 不是墟毁 消失了 在吉隆坡去北京 有百多个乘客 突然间没鬼了 在地球上消失 差不多全世界 大家附近的水域 澳洲也好 马来西亚也好 中国也好 周围的水域都是去 去找 因为理论上 你没有在陆地就说 有人会拍到 有人会拍到 一声 如果跌到海 哪里有人会拍到 尤其是公海 太平洋等等 没有人会拍到的 而跌到海 都一样是散了 一样有些 遗骸 遗基的碎片 都会浮上去 又没有 找了很多年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找了一块 但是后来又证实又不是 找了一块 没有关系的 又是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上 等同现在 COVID-19 花了好全世界 那些就是航空专家 这个就是医学专家 都未能够破解到 这个Omicron 怎样去医 等等 医治了两年 等等的情况 那个呢 找了2014年 后来去到 201718年 已经宣布不找了 再找就浪费了 都不知道 已经找了 整个太平洋 相信找东西 他们一定 跌了东西 一定要找 找的时候 挂着四个格子 逐个格子 逐个来找 找不到 没理由 找A格子 那块飘去B 找了B格子的时候 我把地面 分开成A格 B格 那样找东西 没理由去找B格子的时候 那些碎片会飘去A 没有理由 随海飘洋 所以又是 一个迷 这些空中的飞机劫难 我记得 马来西亚这宗马来西亚事件 有很多纪录片做的 有详细的飞机里面的对话 也有说 那个飞机的情况 还有确实推测 推测 那个最后的地点 相信在印度洋 地方失联 在那个位置 但是那个海 大家都知道 好像小时候觉得 那个海不是很大 刚才 你大过了 整架飞机都找不到 没可能的事 那些石头也找不到 但是又这样 麻烦你看看 真的 海真的很大 海真的很大 飞机你这样看它大 但是你去到海 面積比例 就是多一粒小鸚 之前有些科学家说 我们人 你不要说上太空 其实我们对地球里面的了解 是比对外面的了解 或者差不多了 因为其实你说 就是海 你都搞不定 你都找不到 所以看那些discovery 整个各样 我的首选都是看海洋的节目 因为你的观察永远都是最少 狮子老虎也有 都喜欢看 但是如果评论海洋 特别神秘一点 特别落到前面 深沟 深沟 可能10万 海洋 那些叫海洋 但是你的discovery 会不会坐游艇 适合一些 比基尼脱衣 然后就变成其他 我喜欢看海底的那些 就是说去到多少公里的那些 那些鱼类根本是没有眼睛 就算有了 它们是靠触角 因为气压太大 你的眼睛也爆了 是的 而且它太黑了 它有眼睛也没用 它是靠触梳或者什么 怎样吃的那些很好看 我立刻看一些资料 这宗马航的失事 它在 德哥说了2014年的3月8日出现 因为它也 糾纏了很久 因为很多不同的国家 帮忙都不想放弃这个救援 我看回到 直至是2019年 马来西亚政府就表示 如果存在任何可信的线索 或者具体的意见 仍然会继续启动 重启这个搜索的工作 但是就 应该是停顿了 其实看回到当时2018年 马航的凶难被形容 商业航班的事故 史上唯一未能确定 具体失事地点的事故 我们这次 我们刚刚东航的灾难 这个tragedy 我们都知道 应该是在吴州 地点在哪里 碎片都有 但是马航这宗完全不知道 当时好像有些阴谋论 又说好像进了那个什么三角 神秘三角 有很多东西 一会儿又说 他在飞机上 那些人真是乱说的 是不是载了一些 很重要的重要线索 政治的问题 这些阴谋论 要必须要抓到的那些多疑 真的很深刻 不要不说 我觉得 所以他曾经有一个为期九十日的打捞行动 大家有没有 我看这个深刻我的印象 那时候好像有一个为期九十日的打捞行动 澳洲政府那边 全世界 荒海专家 打捞了九十日都是找不到的黑客 所以这一宗就很离奇 到今时今日还是一个迷 但是真的 看回那些报导 就是说东航的事件 我看到今天 闹 有个访问 就是说有个空姐的老公 这名空姐就回答这帮红班最后一段的message 就传了四个字给她老公 就说我起飞了 不说了 我起飞了 之后就发生了这件事的意外 暂时现在机上的人 不知道怎样 新生未订阅 希望都可以有奇迹 这100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大家 出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1000元 请即订购支持